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在不断延展 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谱写着壮丽诗篇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 中国铁路以奋斗者的姿态创造着世间奇迹 到2018年底 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13.1万公里 其中高速铁路突破2.9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总量的三分之二 这张铁路网上 每天有7000至8000多列旅客列车在运行 将700到1400万人运送到目的地 每天开行货物列车近2万列 发送货物1000多万吨 电气化率 客运周转量 货运发送量 换算周转量 运输密度等指标位居世界第一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接续奋斗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建成了世界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 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青藏铁路 有年运辆世界第一的重载铁路 大同至秦皇岛铁路 这里有世界上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北京至上海高铁 有世界上第一条穿越季节性动土地区的哈尔滨至大连高铁 有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北京至广州至香港高铁 有穿越戈壁沙漠和大风区的兰州至乌鲁木齐高铁 所有这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真实写照 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建设里程最长 运行速度最高 运营场景最丰富 对自然环境适应性最强的国家 中国具有完备成套的铁路技术标准体系 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成果 高速铁路 既有限提速 高原铁路 高寒铁路 重载铁路等技术 领跑世界 系统掌握了先进的路基 大跨度桥梁 长大隧道 轨道 大型客栈等工程建造技术 攻克了大量关键技术难题 建成了一大批适应特殊气候环境和复杂地质条件的铁路 创立了路基缠降和动漏控制技术 形成了中国隧道建造理论 成功研制了中国高速铁路标准板式五闸轨道 四十米跨度简直梁 修建了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 武汉天兴州长江大桥 等一大批跨越大江大河的大跨度桥梁 其中七座位列世界前十名 建成了狮子阳海底隧道 秦岭隧道群等一大批大断面 复杂地质隧道 建成高铁隧道总长约四千公里 构建了中国动车组标准体系 成功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创造了在运营线路上 时速四百二十公里交汇 和重连运行的世界纪录 十六辆加长版 十七辆超长版 时速二百五十公里八辆编组 时速一百六十公里动力集中复兴号系列动车组 相继万事 全面掌握了列车控制系统核心技术 能够满足不同速度等级列车 共线跨线运行控制需要 成功研制了大张力接触网 高强度接触导线 和远程监控等长套供电设备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高速铁路数据采集 与监视控制系统 高铁供电调度系统 实现高效智能化远程数据采集控制 成功研制了世界轴重最大 单轴牵引力最大的重载电力机车 系统掌握了25吨 30吨轴重重载铁路乘套技术 货运牵引速度 运输能力大幅提升 构建了铁路总公司 铁路局集团公司 和车站的三级调度指挥体系 掌握了复杂路网条件下 列车运行计划编制 和列车运用综合调度技术 解决了不同列车编组 不同速度 不同距离 跨线运行等运输组织难题 实现了设计最小追踪间隔 三至五分钟 构建了闭环管理的铁路安全保障体系 地震预警 风 雨 雪和异物侵限等 监测技术成功运用 能够对自然灾害实时监测预警 铁路安全保障 和风险防控能力显著增强 12306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实时票务交易系统 年售票量接近三十五亿张 电子客票系统成功试运行 移动支付 智能导航 刷脸进站 自助订餐 战车WiFi 让亿万旅客享受着美妙的旅行生活 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智能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成功研发了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自动驾驶技术 新一代智能型动车组将在京章高铁 京雄长技上线运行 Beam SIM等技术融合运用 高铁设计水平和建造质量不断提升 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 实施更加精准的运力资源配置 使高铁调度指挥 运营组织更加灵活高效 研发了高铁装备服役状态检测 设备故障预测和健康管理等技术 实现高铁科学化 精准化 集约化 养护维修 高铁网加互联网双网融合更加深入 新的服务产品迭代加快 旅客出行更加方便 快捷和温馨 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 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丽喝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极大激发了中国铁路人的创造激情 中国铁路人在推进八纵八横高铁网建设中 在川藏铁路这一世界最难工程前期工作中 在人工智能与铁路运营的深度融合中 正全力打造一个更加强壮帅气 更加聪明智慧 更加体贴懂你的中国铁路 听从时代召唤 永历时代朝头 中国铁路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高点 领跑世界 中国品质 领跑世界 中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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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跑 领跑 领跑世界 领跑世界 中国速度 领跑世界